每天晚上,窗外都有一张脸在看着我 我当时一个人在房间里,躺在床上听音乐,楼下很吵 我在等着表弟妹,侄子侄女离开,他们是来过周末的 我最喜欢的表妹已经走了,所以我只想其他人快点离开 这样我就可以重新拥有安静的生活 几个小时后已经快午夜了,其他人都出发回去了,我很兴奋 于是我走到楼下去拿一杯凉凉的苹果汁 我戴着耳机唱着最喜欢的歌,给自己倒了杯苹果汁 然后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在那里坐了差不多三十分钟后 我摘掉耳机,看了看Instagram,我瞄了一眼窗外 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一张脸,他就坐在那里微笑着,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一直盯着我 几秒钟后,我觉得可能是某个表兄在跟我开玩笑 因为他们离开的比其他人晚一点 于是我走到外面去查看,这真是个愚蠢的决定 我来到屋外,看了看那张脸所在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我喊着几个表兄弟的名字 跟他们说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但还是什么回应都没有 我重新走回屋里,那张脸又出现了 我颤抖地待在了原地 那一整晚我都没有办法入睡 过去的一周里,这种事情每个晚上都在发生 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循环 我看到那张脸,睡不着觉 第二天整个白天都在睡觉 然后在夜间醒来,对此我毫无办法 我没有告诉家里的任何人 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而且我也担心让他们陷入危险 我觉得美国警察是不会有办法的 而且我担心,如果找警察的话 那张脸会生气 但是有一天,情况不一样了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 距离事情首次发生过去了一个星期 这次我感到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恐惧 我几乎没有睡觉,而这个奇怪的混蛋盯着我看 让我压力很大,我已经厌倦了 我迅速抓起手机拨打了911 希望他们能够采取某种办法 让这个怪人别来骚扰我 或许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他是能够被抓的 虽然我不确定 但我必须得找人来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或是人,让他们离我远点 但是我手机发出三声响亮的嗶嗶声时 什么东西断掉了 那张脸变了 他不再笑了,而是生气了 那张脸的变化是如此突然 从诡异的笑容变成失望的皱眉 就好像漫画一样 我的脊背感到一阵寒意 当我把手机放在耳边时 那张脸迅速从窗边离开 朝门的位置冲去 我吓坏了,迅速跑上楼 那时我不敢冒险去检查 门有没有上锁 我冲进房间锁上门 躲在衣柜里 这时,报警电话打通了 这里是911,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满身冷坏,几乎是哭着和他们解释了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了警方我的地址 接线员说,警察已经在路上了 我在衣柜里紧张地等待着 幸运的是,报警之后没多久 我就听到房子外面传来警车的警笛声 警察敲门的时候 家里的所有人都被吵醒了 我和家人一起走到门外 看到一个警察朝我们走来 他说过去一个月里 当地有一个变态在小区的房子四处乱转 人们报警说,有个人从窗外网里看 灌木丛里有声音 看到奇怪的景象 所有的目击者都是15岁级以下 多亏了我 警察那天晚上抓住了他 当时,他试图躲在草丛和灌木丛里 五天后,我家人在看当地的新闻 得知那个男人越狱了 有一支搜查队正在寻找他 一个月后,他还是没被抓住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 现在,我们所有的窗户都安装了窗帘 但是这能阻止他吗 还是说,这会促使他做出更糟糕的事情 小心点 他可能正在看着你 这件事发生在2020年 美国当时已经实行居家隔离了 所以我待在家的时间很长 离我家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公园 有一天,我决定去那跑个步 我从家里跑到了那个公园 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我 决定先休息一下 我注意到,有一个男的在往我这个方向看 但是我没有多想 等我再跑起来的时候 他也同时开始走了起来 由于我是在跑步 所以我很快就把他甩掉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我错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我正在睡觉 透过窗户,注意到车灯 在我家的这条街上来回穿梭 我房间里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 有人可能觉得这很正常 但我住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社区 所以我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正如我所想 有辆车在这条街上来回开着 然后这辆车停在了我家门前 前不久碰到的那个男人 从副驾驶的位置下了车 这就意味着车上至少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 在那之前 我还是半梦半醒的状态 但看到那个男的抬头望着我的窗户 看见我之后还对我微笑 我瞬间清醒了 我立刻合上百叶窗 但这个窗还是稍微有点透光 之后我拿着手机爬上了窗 几分钟后我睡着了 但随后又被轻敲窗户的声音吵醒了 我的百叶窗有点透光 加上街上有车灯闪烁 所以我能看得清那个人的轮廓 很可能还是同一人 他蹲在我的窗边 从外面敲我的窗户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要动 装作还睡着的样子 因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我房间里的情况 但紧接着我反应过来 我的房间在二楼 他是怎么爬上我窗户外面的那个小屋顶的 我想不通 但我知道想下去可没那么容易 我慢慢地把被子盖在头上 然后报了警 低声告诉美国当地警察 那个人还在敲我的窗户 他们让我慢慢远离窗户 以防他破窗而入 还说他们大概五分钟就到 我爬下床 躲到了浴室里挡着 在那里 我能看见我家后面的街道 几分钟后 敲窗的声音停止了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 又传来一阵撞击声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楼下传来了敲门声 当时我还在跟街线员通话 我听到门外有人喊 我们是警察 那个坏人已经跑了 请开门 所以我告诉街线员 警察到了 但他跟我说等一下 一阵沉默之后 他告诉我警察还没到 让我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开门 过了一会儿 他跟我说 现在警察到了 我可以去开门了 出于谨慎 我从卧室窗户 又检查了一下 发现我家门口 确实有三辆警车 还有大概五六个警察 其中一个警察在敲门 我下楼打开门 谢过街线员后 挂断了电话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 警察说 他们到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跑了 接下来的几天 我在街上看到警方在调查 但没有得到任何 关于那伙人的消息 警方只找到了 一截绳子 和一把小刀 没有指纹 没有可疑的人 什么都没有 今年夏天 我决定改上夜班 这样工资会高一点 因为我是个 需要助学贷款 才能上学的大学生 比较缺钱 大约凌晨三点半到四点时 我被一个 很响的声音吵醒了 当时我迷迷糊糊的 实在是不知道 那到底是个什么声音 所以我就把它当成 是我邻居 掉了什么东西 因为我住的那个公寓 墙很薄 后来我就接着继续睡 我闭着眼睛 在那躺了大概十分钟 然后又听见了 那个声音 但这次 我基本上是清醒着的 所以立刻搞明白了 那是什么声音 有人在敲我的窗户 我是一个人 住在地下套间里 所以我的窗户 基本上是和马路平齐 我吓坏了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不敢动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这样他们就不知道 我在家了 我只是僵硬地 躺在床上 然后我又听见了 那个敲窗声 要么逃跑 要么战斗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 我就壮着胆子 往大门跑 那里放着我的钥匙 钥匙串上 有防能喷雾 钥匙互相碰撞 发出了声响 于是那个敲击声 变得更急 更响了 这时我意识到 自己床边 带有窗纱的窗子 几乎一直都开着 因为我的猫 喜欢坐在窗岩上 我忘记把它关上 并锁起来了 我吓坏了 瞬间变得很焦虑 我开始找自己的手机 以防需要报警 但因为焦虑 全身都在发抖 还把手机掉在了地上 而我窗边的那个 不知道什么人 继续发出刮指甲 或者是刮窗纱上 某个坚硬物体的声音 我意识到 这个人的目的 要么就是进来 要么就是吓唬我 于是我以最快速度 朝窗子跑过去 砰的一声 把窗子关上 并锁了起来 这期间 也没有往外看 到底是谁 敲击声停止了 我等了大概三十分钟 还是没有听见敲击声 我躺回床上 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我真是没法相信 自己身上会发生这种事 我开始觉得 那或许是一个梦 所以我走到外面看了看 发现有一个空啤酒瓶 和一块撕坏了的毯子 我给知道 我住着的朋友发短信 问他们是不是在耍我 他们说没有 我觉得也是 因为他们都不开车 而且住得那么远 而且我家附近的公交车 凌晨三点早就停了 所以我给房东打了电话 把这事告诉了他 他说不用管 以前也有过这种事 真的好诡异 不过这事 后来再也没发生过 但我还是觉得非常吓人 可是我没钱再搬家了 后来仔细一想 我当时遇到这种情况 就应该马上报警